高雄第一銀行人員會同高雄地院人員 到慶富總部查封一到六樓不動產 只是同時間延燒的 還有高雄市長陳菊 傳出進出慶富總部的對話 也可能被全面錄音 是否進出慶富總部多次 陳菊強調自己光明磊落 而國民黨立委叫戰高雄幫 指引高雄銀行是慶富案的起火點 副市長許立民親上火線 替高銀護航 認為高雄銀行有問題 只是現在上至總統府國防部 到高雄市政府都急於跟慶富撇清關係 慶富老董陳沁南求自保 也開始裝可憐 他說列雷劍解約會有人身危險 因為債主不會放過他 解約就代表生命結束了 強調自己真的是被害者 列雷劍案越扯越大洞 雄檢除了調查招標採購過程 以及銀行連帶有無步伐之外 也針對陳偉智的錄音檔內容分案調查 慶富案爆發後 慶富公司不但面臨破產危機 發不出薪水 銀行也籌銀根 國防部更不傾向慶富繼續完成列雷劍 加上不動產遭法院查封 慶富現在的處境可以說是 淘卡莫雷修 記者洪富人 杜英杰SNG小組高雄報導